有很多人以為犯罪後悔改就會沒有後果 這是很多人的想法 譬如說我犯很嚴重的罪 我得罪神 或者我罵人、傷害人、甚至離婚 他覺得我悔改就可以了 這是很多人的錯誤的想法 但聖經是告訴我們犯了罪是必定有他的後果的 在《加勒泰書》六章八節說 《順著情慾殺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就是當我們順著我們的情慾 我們想發怒、罵人、得罪人 想有情慾的事 無論是甚麼 當我們心裏有一種不好的意念的時候 這些罪、行為、思想、言語、行為 都會對我們生命有破壞 我用一個例子 就好像一個人飲殺從水自殺 他們說我洗了胃就可以了 沒事的了 但人們會告訴他們 你洗了胃也好 你會有後遺症 你的胃以後都會有問題 所以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同樣有後遺症 好像自殺是會有後遺症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不要隨意犯罪 因為犯罪的後果 一定是自己會承擔的 犯罪的人會沒有膽 沒有力量 被罪控制 被捆綁 整個生命不能發揮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很寶貴的 我們可以很大的發揮 但當我們在罪中的時候 生命是破壞了 是不能發揮的 是浪費了 這樣的時候 他就覺得 我在罪中 我隨自己的生活 隨自己的意思生活 但後果是自己會承擔後果的 就是說 他的生命發揮不到的時候 自己其實是受苦的 有很多人犯罪的藉口 有什麼藉口和原因呢 就是很多人沒有留意自己的罪 他說 不算罪 我這樣做 我只是說閒話 我喝茶的時候 說人家不好 有什麼大事 人人都是這樣做 人家都是說閒話 現在我做了很多好事 遮遮不好的事 但其實這些 都是一些錯誤的觀念 就是說犯罪一定有他的後果 不會說 我們 時間差不多 OK OK 好 即是說 我們 就算改過 都是有一個後遺症的 所以我們自己說 神啊 你幫助我們 真是處理我們的生命 靠著耶穌得勝 聖過一切的罪 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都是在《輕鬆得勝》這本書 拿出來的 《輕鬆得勝》 我們之前說過 如何和神建立彼此相愛的關係 這是第一部分 以及深信神的供應和神的計劃 然後 下一部分 大部分 第一個大部分 就是和神建立好的關係 在活著神的愛中 OK 然後 第二部分 一邊移動 然後 第二部分 就是處理生命 就是說生命中 各有問題 其中一樣 就是 人的罪 很多人的藉口 覺得犯罪不重要 人人都這樣做 我這樣做沒有問題 人都是說行話 我說行話 什麼所謂 或者 沒有人做得完美 所以我都不需要對付罪 你有誰完美 你告訴我 你完美 但這也是一個藉口 其實是人人犯罪 一定每一個人 承擔自己犯罪的後果 而且 人人罵我 我當然罵他 即是覺得 理所當然 人人對我不好 理所當然我對他不好 這也是 引致很多人在罪中的原因 這裏 講出很多人信的謊言 他信的謊言 人罵我一定要罵他 人做錯事我一定要罵他 不合我心我要針對他 OK 他不合我心我要針對他 說他不好 我有發怒 就要向人發洩 人不磨蟹的時候 我就要很不開心 很悶 這種謊言 帶來什麼後果 就是關係越來越差 更加 人更加 不能夠合作 就 這個 我這個 樣子可不可以拿走 這個 這一個 可不可以拿走 因為等我可以 專心一點 對 因為我要看這個銀幕 我不需要看這個 他可以看 OK 問題不解決 問題更加嚴重 生命更加被破壞 就是說 越在罪中 其實後果是越嚴重 首先我們明白 凡是規決神的榮耀就是罪 有些人說 煩惱不是罪 人人都沒有錢就是煩惱 但是 沒有錢的時候 越煩惱是越沒有錢 沒有錢的時候 怎麼樣 我們親近神 信靠神 神是可以幫助我們 找出出路出來的 所以 在困難的時候 憂慮 灰心 驕傲 或者覺得自己很厲害的人 埋怨 人人不好 政府不好 埋怨 或者丈夫不好 太太不好 這些都是破壞性的 或者是情慾 看小人 不饒恕 不發揮生命 即是說 本來生命應該可以給神用 但沒有給神用 這個都是罪來的 雅各書二章十節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條上跌倒 他就是凡了眾條 這經文告訴我們 有些人說 我有很多罪沒有犯 我只是犯一條 其實犯一條 是會全部犯 為什麼呢 譬如他看小人 他看小人的時候 他的內心就有一種驕傲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又會覺得自己不需要靠神 即是因為任何一個罪 都會影響 他和神的關係 影響同人的關係 影響他自己的內心 任何一個罪 譬如情慾 我自己情慾不關人事 但他的心不潔淨 他和神關係不好 他都在心裏面 看到人的時候 他很容易有情慾的事出現 原來任何一個罪 是會破壞整個生命 是好像犯了眾條界明 然後就是犯罪會帶來的破壞性 魔鬼來做什麼呢 就是偷竊殺害毀壞 魔鬼是會偷的 偷人的靈魂 偷你的生命 所有我們生命有的東西 魔鬼是很想很想偷了 有一個三十八年病患者 耶穌醫好他之後 他跟他說 你已經傳異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就是說 你如果再犯罪 你會遭遇比以前更慘 以前三十八年病患 現在可能更加嚴重 這句說話提醒我們 就是犯罪一定有罪的後果 不是說我悔改就沒有罪的後果 譬如有一個人殺了人 我悔改了 他要付罪的代價 他可能要判死刑 他悔改 信耶穌他真的可以得救 但是他付出的代價 是破壞了他的生命 我們犯任何罪 譬如離婚 婚姻已經破壞了 是很難回頭的 所以犯罪 我們要明白 就是一定會破壞我們整個生命 加勒太書六章八節 信作情慾殺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這個圖就是人去插秧 插秧是好東西來的 他就會生出一些毒 供應人的食物 但是如果種的不是秧 而是罪 就是說在生命裏面有很多的情慾 憤怒 吳饒樹人 輕漢人 這些就會結出情慾的果子出來 羅馬書八章七節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 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聖經講到體貼我們的肉體 就是說 我想什麼 我們想的不一定是錯 但如果是不合乎神的心意 完全是順從自己的肉體 要說肉體 就是順從自己的罪性情 順從自己的罪性情 比如說 我想罵他 我想放屁 我不想做 我想放棄 我不開心 我不開心 這些是順著情慾 是與神為仇 我弄這個圖就說 好像跟耶穌打架 與神為仇 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他就沒有能力去順服神的律法 原來我們犯罪的時候 第一就是 會收敗壞 亦都會與神為仇 還有犯罪帶來懲罰 聖經有不同的例子 《荒林多時書十章八節》 我們也不要行奸淫 將他們有人行的 一天就倒閉了二萬三千人 在舊約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犯奸淫 神就擊殺他們二萬三千人 這麼多人 因為他們犯奸淫而倒閉 我們今天犯奸淫 有些人說 我犯奸淫也不是馬上倒閉 雖然他不是馬上倒閉 但他帶來的後果 就是婚外情 婚姻破裂 他的後代子女受傷害 和他自己本人生命得不到同神的關係 但他可以失去救恩 他可以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 犯奸淫並不是沒有不好的後果 一定有破壞性 會帶來神的懲罰 亦都應用在其他罪 不只是犯奸淫的罪 任何的罪 都可以帶來神的懲罰 有些人說是舊約 新約有沒有呢 有 在蝕囊主義五章三節 阿拉尼亞他就欺騙教會 欺騙彼得 他怎樣欺騙呢 因為當時很多人奉獻他們 賣了屋子 就把錢奉獻給教會 阿拉尼亞和薩菲拉 他又覺得 我都要像他們這樣 但他又不捨得奉獻所有 他就把錢收起來 他收起來的時候 然後比特就問他 他就問他 你是不是所有的錢在這裏 他說是 在比特這裏就說了 五章三節 摯囊主義 他說阿拉尼亞 你為什麽撒但充滿了你的心 叫你欺控聖靈 把田地的價銀私下留下幾分 他留下幾分都可以 不過他要告訴比特 我這裏是幾分我賣的錢 但他又不肯 他又要說謊 阿拉尼亞一聽見的話 立即便撲到斷尿器 聽見的人都甚懼怕 即是神可以一樣懲罰 在新約的時代 但有些人說 為什麽多人犯罪都沒有懲罰 這個是神給我們恩典的 其實我們有時見到一些人 他們很驕傲 他們即時死了 或者很短時間就死了 這些都可以是神的懲罰 來的 另外分別的 另一件事就是犯罪會帶來管教 希伯羅來書12 1章 10折 它說生來的父都是能夠暫除幾義管教 為曼寧的父管教我們 是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結上有份 例如在家做一些不好的事,父母會管教,天上的父母都會管教,是為我們得益處 不過管教的時候是不舒服的,是不開心的,因為神的管教可以什麼呢? 可以是疾病,可以令到這個人失去他有的財富,他有的機會 譬如我認識有人犯奸淫,以至是做牧師,不能再做牧師,甚至是坐牢的 那時候他真的有被神懲罰,有被神管教,是不好受的,是真的很嚴重的後果 所以我們知道任何人犯罪是不能走雞的 犯罪是被魔鬼留地步的 在《以弗所書》四章二十六節說到 生氣不要犯罪,不要含露到日落,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從前偷竊,不要再偷竊,這要說到什麼呢? 前下文都說到不要犯罪 然後中間就說不要被魔鬼留地步,即是說犯罪是被魔鬼留地步 而魔鬼來到,他是不會留餘地的,他是完全把這個人破壞 他會偷他的東西,殺他,毀壞他的生命 所有一切都毀壞,將教會分裂,將人的生命毀壞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我們就不要隨意犯罪 因為知道一定會帶來很嚴重的後果 還有罪會捆綁纏繞人 在《針言》五章二十二節說 惡人必被自己的罪業捉住 他必被自己的罪惡而承索、纏繞 嘩,罪會捉住人,怎樣捉住人呢? 譬如這個人經常發怒,他裏面有一種怒氣,一直控制他 有些人喜歡上網看色情,他一直看,捆綁住很難脫離 他喜歡罵人,他就在裏面被捆綁住 所以犯罪就好像成索,將人捆綁住 然後最後,魔鬼來到偷竊殺害偉偉 將他的生命完全破壞,最後丟落地獄 大家在這個圖上看到陳水扁 我們香港也有官員犯了法之後,捉去坐牢 這個是魔鬼偷竊的其中一部份 但魔鬼偷竊不會停在這裏,他會繼續下去 而很嚴重,《加勒泰書》五章十九節 他說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 列出很多樣子,我讀紅色那部份 因為這些可能比較多些人會有的 姦淫、仇恨、憎恨、忌恨、老奴、結黨、紛爭、疾度、醉酒、謊言 基督徒有沒有疾度呢? 基督徒有沒有發怒呢? 有沒有憎恨呢?有沒有恨人呢?有沒有淫念呢? 然後最後他說什麼? 行者用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哇,最嚴重 有些人說我們誰能去天堂 所以我一定要求主赦免 每一個基督徒都一定有罪 任何罪可以叫我們失去救恩 但我們真心悔改求主赦免我們 神就赦免我們 但我們不要說 神赦免我們下次再犯過 因為每一次犯罪都必定有他的後遺症 我今次講了很多犯罪帶來的後遺症和傷害 而最嚴重的就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是聖經很清楚說的 所以我們不要看小任何的罪 罪的破壞性可以破壞同神關係 失去神的祝福 破壞自己的生命 整個生命破壞 被魔鬼留地步偷竊整個生命 和邪靈附體有些人是被邪靈上身的 同人關係亦都破壞 人際關係又事奉亦都破壞 即是說犯罪是將整個人完全破壞 而很重要就是不能逃脫 沒有人能夠逃避神的眼目 神一定看到的 所以我們知道現在犯罪 有些人說將來很久才審判 我中間悔改便可以 但中間悔改的時候 一樣是帶來傷害帶來破壞 所以我們就不要說 我們現在悔改便可以 而是說我們任何罪 是今天會收回一個後果 永生裏面亦都有打一個折扣 折扣是甚麼呢 就是生命本來是可以很豐盛的 但我們不能夠活出這種豐盛生命 以致生命不能夠發揮跟從神的旨意 第一件事我們處理罪 就是深信神的卸罪 第一件事不是處理罪 是真心悔改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要完全處理罪 這是人的作為 首先是神的作為 神的作為就是卸罪 神的作為就是卸罪 神的作為我們才有能力做下一步 聖經說 詩篇五十一篇第四節 我向你犯罪 唯獨得罪了理 就是大衛當他犯罪之後 他就向神認罪 唯獨得罪了理 原來我們犯罪的時候 是得罪神的 但當我們真心悔改 聖經說 尼加書七章十九節 將我們的一切罪頭於深海 踏在腳下頭於深海 聖經說 神真的把我們的罪丟到深海 這是很大的禮物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後悔 我們做錯的事 我們每個人都有 我自己都有 我感謝神 神真的赦免 如果神不赦免 我們每個人都沒有機會 我感謝神 神將我們所有的罪赦免 神將我過去的罪赦免 給我新的機會 我就爭取 珍惜我的生命 不要再讓罪破壞我的生命 因為真是犯罪是痛苦的 很多人都會知道 未犯罪就有種吸引力去犯罪 但犯了罪之後 心裏面是很痛苦的 而很重要的是 神一定按照他的 應許赦免真心悔改的人 即是神答應他一定做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有漢一書一章九節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 是可靠的 是公義的 他是公平的 一定會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我們認罪的時候 神是一定赦免 神答應了 由詩篇五十一篇十七節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是憂傷痛苦的心理 必不輕悍 一個人憂傷痛苦的時候 神一定不會輕悍 神一定會赦免的 下面我寫了 神一定按照他的應許行事 就是神一定 他答應了射罪一定射罪 就好像電燈會跟從燈祭而發光 燈祭不會說今天我沒有心情 我不開燈給你 燈一定會跟從電的規則 神都會跟從他的應許 他答應了射罪一定射罪的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因為很多人跟我聊天都說 哎呀我又犯了很多罪 哎呀我現在不敢親近神 我就說神答應了我們悔改 神一定射免 神答應了是必定發生的 神說了一定做的 所以你深信他真的射免 很多人就停留在這個位置 哎呀我很多罪啊 神未射免啊 哎呀死了死了 我自己很慘 我自己沒用啊 這些就會難阻他跟神關係 所以我們是需要真的說 我一悔改 神一定射免 我們真心悔改 有些人就口頭悔改 不斷以認罪 這樣的時候 他心裡想著我再犯過罪 這樣的時候他不是真心悔改 當我們真心悔改的時候 神是一定射免的 好了 我們最後講到怎樣得勝 怎樣勝過罪 首先我們深信 羅馬書八章三十七節 靠著愛我們的主在者 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真是可以得勝有餘了 那怎樣得勝有餘呢 首先第一點很重要就是 和神的關係 詩篇二二篇第三節 但你是聖結的 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就是第一件事 神的得力 第一件事就是親近神 親近這位聖結的神 神的聖結是很漂亮的 我們有一天去到天堂的時候 會發現那些人又不會發脾氣 又不會生氣 所有世上發生過的事 他全部放手 不再埋怨 不再怨恨 這個就是天堂的美好 就是因為那裡沒有罪 是完全聖結的 神是聖結的 而神是用以色列 即是神的子民的讚美 做他的寶座或者居所 首先我們得力的是 親近神 讚美神 感激神 愛神 以神為樂 下面有寫到 就是與神的愛 有相愛的關係 然後活出聖結 神就極度喜悅 神就一定很歡喜 所以我們就說 神我是有罪 但我們真心悔改 神一定赦免 神的聖結一定臨到我們身上 我們有什麼動力去處理罪呢 有四樣動力 希望大家記住 第一就是神很愛我 神真的很珍惜我們 很愛我們 第二就是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我們珍惜自己的生命 第三 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每一樣罪一定有破壞性 就算小小的藐視人 看小人都有破壞性 然後遵從神一定蒙福 聽神的話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這一切就加給我們 這四樣希望大家記得 就是神很愛我們 我們生命很寶貴 我們珍惜生命 我們就知道犯罪有破壞性 而遵從神一定蒙福 我們人是不會完全沒有罪的意念 人總會有時候內宗彈出來 有時候他這麼衰 有些看小他或者生氣 人總會有 我自己都有 問題就是我們處不處理 有些人就繼續生氣 繼續怨恨 我們得性就是 一旦彈出這些罪的意念 立即處理 越處理和越清晰神 這些罪的意念是越來越少 但是人總會有 在有些時候 在困難的時候 就會彈出這些意念 出來 哎呀好難搞 人真的很差 哎呀這個世界這麼難 哎呀好灰心 總會彈出這些意念 問題就是我們幾快處理 我們第一個做 就是不要繼續自責 而立即求主赦免 不要繼續說 哎呀死了我又有罪的意念 有些人說我每天都有罪的意念 我說人人都有 有多還是少 你有罪的意念 你不要繼續自責 而是求主赦免 主耶穌一定赦免 然後我們就去處理 怎樣處理罪呢 這是很重要的 犯任何罪一定要破壞性 這是深信 一定要破壞性 而且會生命留下污點 神不喜歡的 處理方法很簡單 處理內心馬上停止犯罪 神一定看到和神一定賞賜 為什麼這麼多人很難處理呢 因為他縱容自己 他覺得他敢生氣 我一定要罵他 但如果我們說 我罵他 我破壞自己 我破壞他 我破壞他 我破壞和神的關係 我失去更多 我立刻不罵他 不生氣他 可以嗎 你說很不服氣 我們就說 我不服氣 越失去越多 有些人 他處理習慣 他會很快處理到 但有些難的 起碼有進步 我今天有進步多了 我處理多了 可以欣賞自己 我都快過以前 以前生氣他很久 現在都快的時間 可以處理到 我們都可以欣賞自己 那就有動力了 這個鎖匙就是 一有罪的意念 即時的處理 第一時間停止罪 就是有罪的意念 即是說這個罪一定會破壞 有污慰的意念 立刻知道有破壞 立刻依靠神 親近神 讚美神 一讚美神 神會給我們一種結淨的意念 取代這些污慰的意念 或者怨恨人 我怨恨他 其實我很多罪 如果神追討我的罪 我都不行 我們立刻求主赦免我們 不要再怨恨人 任何罪的意念 首先在心裡立刻停止他 或者罪的言語想罵人 立刻知道罪的意念一定有破壞性 我就立刻說 不要趕著 立刻求主赦免 求主幫我 或者罪的行動想和人打過 或者離婚 有些人發脾氣 和你離婚 立刻停一停 去思考 我這樣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 有否其他方法可以解決呢 譬如不服氣 我們深信越不服氣 越破壞 神越不喜歡 越辛苦 越得不到補償 而正面就是 神知道一切 我就放手 就是別人做錯的事 神知道 神會 身冤在我 我必報應 神一定報應 我其實祈禱求神 遙恕祂 射臉祂 改變祂 讓祂 不用活在罪中 雖然我心中不服氣 祂有不好的地方 不過是祂的問題 我放手 我又祝福祂 神會給我 祂不會拿走我的東西 這就是處理不服氣 鑰匙就是 我即時處理我的內心 譬如我知覺自己受傷害或者憤怒 那怎樣處理呢 在上面寫著樓 覺得委屈 或者受傷或者痛苦 我們立即做什麼呢 求主醫治我們 我們裡面有傷心 我們想著 耶穌現在安慰我 耶穌知道我痛苦 我可以接受耶穌醫治我 安慰我 神正在安慰我 神說我會看著你 我會照顧你 我會幫你 重淡釋放出來 可以向神傾訴 神我有憂傷有痛苦 你拿走我的痛苦 憂傷 或者可以找一個 熟神的 輔導員 成熟的輔導員 就不要找一些 講閒話的人去講 找一些成熟的輔導員 將心中的痛苦 說出來 讓他去安慰 接受你有這些痛苦 我們接受就是 我們有痛苦是正常的 不過我們不是繼續痛苦下去 就是說人受傷是會痛苦是自然的 但是痛苦之後 不是每天都痛苦 而是我們痛苦的時候 我們立即說 神啊你醫治我 盡快幫我脫離這些痛苦 我們被主更生之後 我們就能夠看出他 這個人其實很慘 受很多傷害 我可以搖延他和修補關係 就是當我們知道憤怒 我們立即就去處理 下一點就是用聖經的觀念 去取代罪的意念 用聖經的觀念去取代罪的意念 就是想意惡報惡的時候 我們就深信神喜悅祝福人 想罵祂是蠢才的時候 我們就說 神啊我可以祝福祂 講說話祝福祂 想發脾氣的時候 我就以善性惡 有淫念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有潔淨的心 我們更加蒙福的 德聖五部曲就是 神給我一個方法 就是留意到什麼罪 大家記住紅色的字 留意 又跟著深信的破壞性第二 第三 聖經觀念教我怎麼做 第四 我祈禱求主赦免和改過 第五 我選擇信復 我選擇聽神的話 神就會祝福 我選擇信復 德聖五部曲就是留意到 我想犯罪了 第二 我深信有破壞性 第三 聖經教我怎麼做 聖經教我以善性惡 第四 我祈禱得力 和求主赦免 第五 我選擇聽話 即時選擇 我們就可以得聖了 例如你生氣一個人 你這一陣子可不可以放下憤怒呢 其實很多人都說 這一陣子可以 那我就會說 你這一陣子可以 可不可以跟著 今天都可以呢 明天都可以呢 其實人真的要處理 是處理到的 不過很多時候人就覺得 不服氣不屈 和沒有這種內心 但當我們深信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一路得聖有餘 在這時候我用這首詩歌 聖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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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幫助大家欣賞神的聖結 神是非常之聖結 美麗莊嚴 在天堂再沒有憤怒 再沒有污慰 天堂是最美的 因為那裏是聖結的 所以我們活在聖結之中 家庭更加溫暖 更加有愛 更加開心 我希望用這首詩歌 幫助大家 活在神的聖結之中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神是聖結的 我們用一個親近神的心 神是聖結光明的 我多謝天父 我清重你的聖結 我愛你 因為你是憐憫慈愛的 Hallelujah 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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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两大绝在 请信我做 波声 传魂 相得自主 唯有祢是圣殿 仁至全能主在 唯有遥渣灭 唯三日真生 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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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众 燕 惠悔 罪 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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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祢是圣殿 仁至全能主在 唯有遥渣灭 唯三日真生 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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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主在 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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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身 主啊我们敬拜祢 祢是圣洁全能的神 求祢帮我们活在圣洁之中 帮我们活在神的圣洁之中 是神最喜悦的 活在圣洁之中 亦都是祢所喜悦 我们都享受 我们是整个生命都会享受 我们生命都会发挥 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罪的破坏性 罪会将我们整个生命破坏 我们当有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靠着耶稣是可以马上得胜的 当人得罪我们 我们深信 我们生命反而生命破坏 但我们越是去看出他 看出他受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我们 我们越遥恕他 我们越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越对罪放手 越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可以在罪的意念一出现 马上处理 是能够更快的得胜 多谢天父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 靠着耶稣得胜有余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主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求主给我们有信心 靠着耶稣 一定可以得胜 就算不是完全得胜了 今天进步了 立刻欣赏自己 我们进步了 继续日日进步的时候 整个生命就越来越 活在神的圣节之中了 好 主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打碼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